還有就是我們參與式預算的團隊 在規劃整個系列的演講 可以說是最後的一場 從8月12號開始 我想在座有很多朋友 從一開始 8月12號就開始 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天最後這一場 算是一個總結 這一場我們邀請來的 旅潭的貴賓 從我們的右手邊開始介紹 林白賢彭前現場 也是彭前委員 現在是民報的主名 我們今天邀請來的旅潭 主要都是有實際上的 在地方政府執政或者正職的經驗 希望就是從地方政府的角度 來討論一下 這個參與式預算 在台灣推動的內閣可能性 在各個地方 如果要實際運作的話 可能會困到什麼樣的困難 我們可以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解決 那當然 就在地方上推這個參與式預算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貢獻 這個是我們今天 最後一場的座長 主要的主題跟目的 那我們第二位 比台灣人 他投入列軍準備好 是黃從者黃教授 黃教授曾經是 宜蘭縣財政署的處長 那現在呢 因為他是財政跟經濟專長 所以現在就在 台灣經濟研究院 擔任這個顧問 他是台北大學經濟系的教授 那還有就是 新患研究部公司的負責人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也請 這個黃教授來跟我們 分享一下 討論一下參與式預算 以他的了解 在地方政府間動的這個能力 那再來就是我們 木澤 應該是清明來 清明來的執行長 也是我們陳錦濟 陳教授 他曾經在零林縣政府 擔任過財政局的局長 所以他自己事實上 對於這個財政支出分配 還有呢 審議決算的這個 實際的這個情況呢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那我們很期待 他們三位 有學術的那個 黃縣長在擔任縣長之前 在大學裡面教書 所以呢 三位都是理論 實務跟行政 結合在一起 相當不容易 所以呢 我們很期待他們三位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們的這個經驗 那我們第一輪是 每一位是15到20分鐘 所以剛剛協商的結果是 我們黃教授先 接著是 檢濟 然後再來請黃縣長 那我們就 與掌聲熱烈歡迎我們這個黃教授 主持人 黃教授還有黃縣長